赶在农历春节除夕团圆还在伤脑筋 不知道要去哪一家餐厅吃年夜饭的观众 现在有福了 因为这一期的东森美食任务记者殷红文 特别就来到了圣盖博士的喜来登酒店 里头的银宝宣餐厅来品尝精致年菜 农历春节就快要到了 许多在美国的华人民众都希望跟家人团聚 能够吃上一顿非常丰盛的年夜饭 因此在圣盖博士的喜来登酒店里面 就有一间非常高雅的月菜餐厅 他们在春节期间推出多款的年夜菜 也希望在美国的华人能够感受浓浓的过年气氛 走进圣盖博士喜来登酒店里的银宝宣 想到要在这么高雅的环境中享用年夜菜 心情就特别的开心 餐厅经理Thomas表示 今年特地为华人设计了非常丰盛的年夜菜单 一定会让大家吃得尽兴 Thomas首先端出了开胃菜鲜果大虾沙拉 新鲜的有机水果拼盘 摆着哈密瓜 草莓 还有凤梨和苹果 各式各样的水果 配上一只只肥满的大虾 再淋上美乃滋 马上让人食指大动 而如果民众在过年时 想吃传统港式的开胃菜 也可以选择丰盛的锦绣大拼盘 象征新年招财劲宝 拼盘呢我们有叉销 有牛掌 还有一些海质 还有一个萝卜 那个叉销呢我们是很有名的 我们是用黑豚肉来做的 为什么我们用黑豚肉来做那个叉销 一来那个肉比较嫩一点 咬下去有QQ的口感 所以我们是用那个精情长来做 尝过了爽口的开胃菜之后 经理Thomas更迫不及待的 要让我们尝尝店里的招牌菜 精华玉树鸡 这精华玉树鸡选用了去古的贵妃鸡 经过特制的酱料处理后 味道不咸不腻 肉质还特别的鲜嫩 再加上大厨霸气的摆盘功力 在过年时吃了这道菜之后 保证全家吉祥如意 接下来Thomas更带着我们进入厨房 要让大家亲眼见证大厨快炒的功力 只见大厨在锅内用洋葱爆香 再加入师傅特调的黑胡椒酱 和来自日本的和牛肉及芦笋快炒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道香喷喷的黑胡椒和牛就上桌了 普通的牛肉它进很多 咬下去的口感没有越本的和牛那么好吃 因为它比较硬一点 但是越本的和牛它就比较嫩 这个黑椒汁里面它还放了一些洋葱 炒干的洋葱炒干的一些 比较的材料在里面 除了黑胡椒和牛之外 大厨还要继续大展身手 现炒下一道菜 龙凤雀炒 这龙凤是只把鲜加和鸡肉 放入锅里去用XO酱去快炒 而看起来很美的雀炒 则是把马铃薯切成细丝 摆在碗里放入锅中去油炸 相当花功夫 餐厅经理Thomas表示 广东人在大年初一习惯吃素 所以银宝轩也在过年期间 准备了素食年菜 像是这道银芽会素翅 是用面粉来做成 晶莹剔透的素鱼翅 并加入了特制的酱料来会炒 连饕客吃过后 都觉得好像吃了蒸鱼翅 味道真的是好的不得了 而除了银芽会素翅之外 还有这道红烧素鱼片 看起来就像是蒸的雪鱼片一样 让民众在新年吃过后 都能够年年有余 岁岁平安 这个红烧鱼片 它是外面是几菜来的 里面就是用了一些网豆 跟那个面筋来做 它面头还有一些冬菇 冬菇丝 还有一些菜丝 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 对 银宝轩还要特别提醒观众 他们家的精致年菜 将从1月24号开始提供 备有多种选择 欢迎大家提早预约 我说鼠来饱 你说锁年鸡肠 在农历春节期间能够吃到 这么一大桌好吃的越式年夜菜 也希望观众们都能在新的一年 能够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冬恩新闻彭丽英鸿文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 好吃在哪里 吃什么看这里 独算新闻美食任务 带您吃片各大美食餐厅 各大异国风味料理 品尝生活 吃出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